A.M.Watt News 今天和大家說說的士 因為今天有兩個的士,一個紅的一個綠的 去了律政中心示威,打爛了車 然後就要找拖車拖走 舉辦團體就說因為抗議政府 他們打擊非法取囚的貨車、私家車不力 如果政府不做好一點的話,他們就會升級行動 這件事是不是就是今次舉辦這個活動的最主要原因呢? 我不敢說,因為事實上今年有另一件大事 就是的士申請加價 以紅的為例,他們申請由24元加到30元起標 加幅超過兩成 我們怎麼看的士加價對於業內的影響呢? 有些人就說加價自然可以令到服務質素好 能夠提升到一些所謂的司機的吸引力 希望有多些年輕司機入行 不過是這樣 我們看回其實這幾年 的士司機的所謂那個 究竟他們業內經過了過去兩三次的加價之後 為什麼都做不到這個效果呢? 為什麼仍然的士司機的年稅的平均數仍然去到五十多歲呢? 雖然未去到六十,但都接近了,只差兩三年而已 另外一方面來說,其實加了價之後 其實那個排價那方面也都不見到太大的起色 即是說,無論是車主或者司機都沒有太大的誘因而已 那就證明了一點就是,如果在今時今日的的士行業仍然覺得 只要加價就能夠救回這個行業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有少許妙想天開 因為大家都知道,社會或者一個科技的大潮流 是引入了很多他們所謂的非法取囚的一些在客服務 但是為什麼這些非法取囚的在客服務 會得到,令到的士司機都覺得要打擊的一個所謂的客流量呢? 當然他們覺得他們是吃了他們的生意 他們才會覺得需要打擊那些非法取囚 很簡單的,其實我覺得這個世界一樣都是看你的性價比 就是說你給到什麼的貨給別人,你收到什麼的價錢 我想如果有搭過那些非法取囚車的話呢 都會發覺他們是海鮮價的 即是同一個路程,這個小時可以收你100,下個小時可以收你150 但是為什麼仍然有那麼多人回答呢? 我沒有做過統計,不過很簡單的一些狀況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些非法取囚的車,其實他們雖然有很多風險 例如沒有第三保,例如他們是非法的 究竟撞車的時候,乘客有沒有保障 這些在在都是一些大家要注意的問題 不過這些車通常都是10年車齡以下 而且服務的態度其實也都可以,如果他服務得不好的話 那些乘客也都可以投訴的 變了就跟的士行業的狀況就好像剛剛有些相反的 的士行業在過去幾年裡面,其實都不斷有做一些所謂評估 或者一些希望能夠提高質素的一些鼓勵計劃 但是呢,那個效果就好像不太理想 仍然久不久都聽到,警察又捉到一些黑的 他們就罵顧香港的旅遊業的前景 就向一些,尤其是一些所謂的旅客 就攬收車資 甚至乎就是有些也都會說,監旗去選客 很多時候都聽到這些新聞 那究竟,為什麼大家都是做一個點對點的一個 所謂的載客的生意 而那些非法取囚的經營者,他們就如如得水 反而拿正牌的的士,明碼實價 反而那個載客量就由2007年的每日 約我一百萬張單,去到2017年就只剩八十九萬張單 計算的數,其實以香港就有一萬八千幾部車來計算 其實那個單數都由每日五十幾張都已經跌了下來的 那就跌了約7%左右 那就證明了,其實的士在過去這麼多年 它採用那個加價策略,希望能夠令到司機找多些 行業可以提升質素 已經是不是一個,可以說是不是一個方法來的了 那就證明了其實,我想的士在現在這個社會環境底下 當然它是有他們的自由在申請加價的 但是加了價之後,究竟他們是否真的能夠 長遠地令到行業得到提升,整個行業能夠穩多了 司機又能夠年輕了呢,這個我是相當成疑問的 反過來說,其實的士業是否應該在加價的同時 亦都向政府提出一些提升他們業界的建議 給政府考慮呢?我現在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我們最後一晚上都會找人囉 我們以為是去年乎是在往下的 我們有一個人的信任 我們以上再次參與 我們這次是二月的社會